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来谈谈外资的问题 虽然疫情结束 中共各方面渴望外资很快回流中共国 半年过去数据各方面数据 这还是中共公布的假数据 虽然已经粉饰过的数据 已经显示空无 没指望了 因为中国经济只要有习贡在就存在 习近平习贡问题 这是来自商业内幕 美国business insider 多项数据显示 尽管疫情已过 中共期望的经济复苏 仍然没有到来 而是陷入停止 他为了让经济尽快复苏 向西方承诺各种不断的宣传 要到中国来投资 快来投资 什么抄底部 抄底 是吧 未来绝对会暴涨 这种景象 但是 也没有任何 外资 回流的迹象 哪怕中共 找雷耶伦 什么特斯拉 执行长 马斯克 以及 汽油特使 克里 甚至 在上月举行了经济 天津经济论坛 包括李强 跑到德国 欧盟 做了一系列的 路眼 但是 包括 习 这两天说 民营企业 是中国的支柱 做这种各种会议 到处 放话 表达一种继续开放的承诺 结果是什么 一季度的 这来自 荣鼎集团 数据指出 一季度 国际投资人企业 与政府在中国支出 投资仅200亿美元 而2022年第一季度 有1000亿美元 相比明显大幅多缩水 按理说 中共有这么多外汇储备 应该 没问题 是吧 实际上 外资 可显 如果没有 镜像的话 他的外资 他已经是逃空了 彻底逃空 这钱去哪了 俄乌战争 是吧 然后 大量的 都已经 被这些 对外控制各种资产 这种资产 他已经投出去了 投出去了钱 并且 大量的 制造 发行 人民币货币 用大量的资金 去 把这个 人民币的汇率 给压住 不让他抱抱 这些都需要钱的 所以 外资 第一 本身 外汇 枯竭 第二 外资的流禁 现在 缩水 这绝对是 雪上加爽 然后 中共 还要大量的资金 你看 外面大撒币 一带一路 基本上就大撒币 为了 这个 国际上的话语权 抛空自己的 外资 外汇 美元 也要想方设法 支援一些 什么非洲国家 因为要需要这些非洲国家 是吧 包括这些 东南亚 非洲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 承认习 韩医生 习主席万岁 就行了 俄罗斯 租倾 乌格兰 更加 这都是自己掏钱 购买各种原材料 给俄罗斯提供支援 甚至 还给 给现金 俄罗斯的 卢布 在美国的 打压上 实际上 都已经早就崩盘了 但中共 用美元 硬给它撑起来 这都是 耗费资金的 所以 这段时间 很多人都反映 说国内 经济 进入到一个 很差的状态 很多人都说 已经搞不下去了 经济都已经 都在想方设法 找出口 很多 说 这个国内继续下去 搞不下去啊 只有什么 直播带货 烧烤 剩下的就是军工产业 如果你不在军工产业做 你基本上 很难 找到工作 中共呢 就引导这些人 都是自如创业 开火锅店 在路边摆摊 是吧 成为网红的什么煎饼 各个都成煎饼侠 各个都卖汉堡包 各式各样汉堡包 现在都出来了 这就是现状 这个背后折射的是什么 就是洗猪头 进入到这种困境 美国 现在 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进入到这个临界点了 临界点 这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如果2018年 2019年 还不到这个临界点 因为现在 军事上已经全面准备好 美国对中共 中俄已经彻底 早就看清楚 已经步步为营 这种电子产业 来料加工 是吧 你光有个军工 现在还谨慎的一些 这种产能 包括什么 服装业 制鞋业 这传统的 来料加工 美国已经该转的也转的差不多 而这种电子产品 美国的芯片 制裁 也会逐渐的 基本上订单 也会全无 所以 这就是 真正的冬天 即将 临冬将至 这些都是一些 而指望 继续骗 外资进入到美国来 没机会了 数据 以及显示 所有的外资 都在官网中 都在官网中 都等 习共的 彻底结束 然后再 到那个时候 可能才是 真正的 最底点 我们听听 齐龙世先生 你怎么看 分析的这个 原因和这个 就是实际上 中共国经济完蛋的 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 他要掏空 所有的这些 这个 这个 创造价值的能力 来为这个 习共的 一点点 这个所谓的 国际上的话语权 就是拿钱买的 然后前些日子 不是刚有一个 就是和台湾断交的国家 忘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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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红东拉斯 还是哪个 然后 不是 张 狮子大张狗 要他1400亿 一开始说 是这个大几百亿 后来又改口到1400亿 像这种 就是首先买来的这个东西 肯定是 不靠谱 就是这种国际关系 另外就是说 他刚才咱们讲的那些重要的 这个这个 实际上 对于外资的使用 实际上就是美元 那需要真金白银花美元的地方下去支持 这个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战争啊 然后维持它的汇率啊 这这这些都是需要花大价钱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人民币 如果你计算它的真实的价值的话 他他他他 合理讲 20到200都是都是很合 就是对美元的话 都是比较合理的范围 所以说这个 就是中国国的所谓的经济崩溃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就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二一个是他就耗尽了所有的这个这个经济参与者的信心 这是最主要的 连国内内部的和这些外资对于外资来讲 觉得道理不用讲 大家需要的就是营商环境和和这个非常稳定的法制环境 人家才会投资你 毕竟这个跨洋越海的很大笔的投资来到你这儿 人家第一需要的就是稳定的这个法制环境 所以中这是中共完全提供不了 而且他们每一次都是做这种关门打狗的这个生意 就是把你来 你只要来 来了以后 那你就得听我的 到了我的地盘 你已经付了付了成本在这儿 那你这个 你就你就等于退出成本就高了 那我的话语权就增强了 所以说吃过这种亏的这个外资已经非常多了 然后所以就是那些很天真的来这儿 比如说几十年前很天真抱着这个纯做生意态度 这种这种这种外企的这些老板也好 他肯定已经早都吃过这个亏了 所以说现在对于他们来讲最大的风险 就是也是咱们前进讲的 美国他说与中国合作的这种去风险化 最大风险那就是习供 那肯定不是你的这个这个连你的这个币值都是假的 我还跟你有什么可以可以做的对吧 而且我咱们呃 在几个月前也有那个这个呃 科技大佬的这个说什么 倒查人家二十几年的这个公司利润 然后几百几百亿好像是几百亿美金嘛 拿不回来 这种事情也也也也也已经在那个时间段 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的这样的迹象 所以说呃 结论就是他的经济的完全崩溃 就像啊路德说的这个领冬 江志是是非常没有悬念的事情 好路德 这个这个你看啊 这个之前七月一号颁布的新版的反间点法 接着呢 哎 又给外企啊 商务部又出面安抚 陆续召集在华外国商会和企业代表 解释这个新反间点法 告诉他不是对着你们来的 是对着是吧 路德社来的明白不 所以我们找是吧 这就是这就叫做效应啊 咱们的五十七分钟录音就催生他反间点法的改版 这些 罚中共的啊 这种行为 更加 让他们 就是国际上对他们不信任 不相信啊 这就是效应 连锁反应 很多事情说 这就叫链式反应 千万不要小看一个这样的链式反应 啊 这接下来 外企在华外国商会会相信的吗 绝对不相信 我们已经把话放出去了 是吧 这个 美国跟你接触 目的就是去风险 就是去中共化 啊 去专制化 还有一点 跟你接触目的 就是说白了 就是更好的扩张其情报系统 获取情报能力 就这么简单 咱每次说都是重的 就跟今天啊 这这两天说什么 压场啊 郭文贵的那什么联盟什么能场 说紧急 啊 召开会议 说所有啊 什么 这个 关于 free mouse 是郭的口号 什么315 七个案子 这个 什么 司法 迫害 司法 不公正 都不能再提 停止free mouse 郭和free王彦平口号 啊 包括背景图片 名字 海报 视频 关键词 停止到国会 找议员来干涉 郭先生案子 停止呼吁战友去国会议员 来干预国险案子 停止呼吁战友让郭 到国会作证 不能指责检察官 法官 不能攻击FBI DOG SEC的 不能攻击报假案的人 包括韦雷陆克 你看记不记得 我们去年啊 2021年711就说了 郭 就是在全面 他每做一件事 都是给自己作茧自负 都是选择一个绝对啊 就你可能 你考零分是很难的 他就考了零分 每一次选的都是自己 对自己 弄死最快的一条路 习也是一样 记不记得 郭被抓进去以后 我们说啊 他们说啊 再次什么phrase 我们当时也说了 继续弄 越弄死得越快 知道吧 现在知道了吧 啊 这就是自己作 明白不 啊 所有的 这里有一个密道府 就说嘛 这个这两天 农场军看不到反FBI SEC和解救 郭德轩 说明此内部通知是真 就是论事来说 整日的宣传 FBI SEC 被中共渗透了 为中共服务 而在破碍国 实际上 借渗透的说法 反美 对 对 这就是反美 今突然停止 同理 也可以找个好听的理由 停止反共 改成反美 一群吃屎的苍蝇 这什么组织还不清楚吧 农场成员就任人摆布的墨 说白了 因为这所有的人全部都会 农场的这些 所有什么 什么SEC反 SEC反 什么什么政治反 都会出 全部会被定住 被抓 有些 我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习猪头也是一样 每选择一步都是 把自己 要死得多快 就死得多快 虽然 只不过他们觉得 24小时没被弄 他就觉得银麻的 但是 24小时之后 他就不管了 他反正只要叫 那个 那24小时的面子 只要有了 就行了 习现在也是一样 啊 每走一步 都是把自己往死里扔 你怎么看啊 信仑先生 我觉得完全同一样 就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 他这个 刚才咱们讲的经济问题 或者 他为什么说 他是把自己往死里扔 因为他是无缘之水 就是 外资的这种 大规模的撤退 然后现在的这种 就是疫情之后的 无法 无法恢复 是 是因为 这些外资 他看到了你的这种 这种强力的 这个独裁体制 对于这个 经济的影响 就是他 你以前可能他们比较不清楚 但是现在他看的很现实的版本之后 他就 他就怕了 就没 就是没 我觉得没有一个有理智的这个商人也好 会去再去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 还存上存的这些什么国外商会之类的 那也只是说他没来得及撤出的和和这个这个谈存的一些这个这个生意的这个份额在哪 所以说他这种无缘之水导致他当然了他这个这个他的体量导致他确实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才会完全显露出来但是从显露出来的那一天那就是摧枯拉酒似的崩溃 所以咱们当然在一直在这个这个看到这样的事情也在估计他的这个发生的时间 嗯他确实有这个巨量的体量 但是我相信这个照照这个我应该也是有一些算法可以可以计算出来他真正的这个还能扛的时间我估计不会超过半年 然后就是在经济上出现这种这种这个雪崩式的这种状态 但是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只是他还有能力去做一些掩盖说白了就是说他编数还有人给他编等到他编没法编的时候就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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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就完全显现了 所以说这个鸭厂呢也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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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供的这种这种缩影和体现嘛 所以他们真的是呃 要说要说完蛋的时间我估计也是一起一起差不多 好的路德 好 这个你看 所有的啊这个迹象这方面越来越 对 全面就是围剿 这个今天日本的这个芯片制裁从今天开始生效 所以习 就是 使出了各种各样的啊 东南西北啊 球也高奶 奶啊 西方东方都到处去找 不管用 现在 经济 所有的一些我们就是外交级内政所有的这些 他都是跟整个一盘旗有关 啊 而他我现在 越是这样 因为就刚才说的就没有原动力 他是没有自己的 原动力生产的整个的原创力 就像美国原子弹 他是自己从零到一给他搞出来的 他也从理论到公式 然后到计算 然后到方案 然后一点一点弄出来的 不就这才是真正的原创 真正的什么叫做创新 这才是真正的改变世界的创新 中国中共几十年什么都没有 啥都没有 啊 你们去看看那个 从一 爱因斯坦的一等于mc平方 开始 是吧 把这个牛顿的啊 三大定律 最基本的推翻 然后再到量子力学 然后再到链式反应 啊 因为这个是之前是叫化学爆炸 那些化学的世界 已经啊 跟之前的物理世界 就是力学的物理力学 经典力学这个 已经是有个超越 而之前的炮弹是这 扔个一个铁球过去 诺贝尔通过化学反应 用炸弹的威力 远比炮弹 就那个铁球威力更大 那谁也没想到 就那么一个小的 啊 右 最多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居然能产生一个这么大的 啊 能量 这些从零到 真正变成武器 是吧 最终 结束世界大战 这才是真正的创新 在中共 有啥 你说吧 而美国是 啥都是从零开始弄起来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需要什么样的思想 需要什么样的体系 他不去研究 这都什么太空时代了 他天天还想着 啊 扼杀人的自由 扼杀人的思想 这就叫邪恶 所以有救没有 中共绝对没得救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这个其中之间 谢谢 各位观众观看 别忘了添加路德社会 再见